美国数据显示持续的高通膨 抑制消费者支出 华尔街股市今天走跌 结束惨烈的2022上半年 30号是第二季最后一天 道指和标普500指数 创下2020年第一季以来 最糟的单季走势 当时因为新冠疫情封锁 导致股市暴跌 过去三个月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指 下跌22.4% 是2008年以来的最大跌幅 标普500指数也创下 1970年以来最糟上半年表现 原因是对通膨飙升 和联种会升息的担忧 以及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持续战争 和中国的疫情封锁 美股四大指数全数收黑 道中指数下挫253.88点 收30775.43点 纳斯达克下挫149.16点 收11028.74点 标普500下跌33.45点 收3785.38点 非半指数下跌27.73点 收2556.25点 欧洲股市方面 由于投资人越来越担心经济将衰退 欧洲股市都下滑 伦敦股市收跌将近2% 法兰克福与巴黎股市也错跌1%以上 欧洲三大股市全数收低 英国股市下跌143.04点 收7169.28点 德国股市下挫219.58点 收12783.77点 法国股市下跌108.62点 收5922.86点 以上就是今天的欧美股动态 请订阅按赞分享 华语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